我们今天来讲一下断食期间的运动问题 很多有运动习惯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几个小时我十几个小时都没有吃东西了 我还能做运动吗 我做运动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能量不足而一下子晕过去 断食期间能不能做运动和你做什么样的运动 运动时间的长短你断食时间的长短 还有你身体的功能模式呢都有关系 我们按照运动的强度运动的类型分别来讲 第一类有氧运动 比如说慢跑跳健身操 这类运动强度都不算高 大部分时间你可以用正常的呼吸 或者说是比较深长的呼吸 来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和能量 如果你生童有一段时间了 你的身体已经是fat adapted了 你的身体是以脂肪为主要能源的 那么身体会首先燃烧储存的脂肪和甘油 脂肪组织会提供大概95%的能量 但是你的身体呢还是需要一点葡萄糖 提供给大脑的 身体会把甘油分解转化成葡萄糖 供大脑使用 所以对于fat adapted 身体已经适应脂肪功能的人来说 有氧运动呢不会对你的功能方式 产生什么影响 身体呢还是会继续燃脂模式 从理论上讲 只要你愿意 这个有氧运动呢 你可以一直进行下去 直到你身体主存的脂肪都耗尽 所以对于身体已经fat adapted的人来说呢 断食期间做有氧运动呢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如果你是传统饮食 你每天要靠碳水续命的 就是所谓的carb dependent 这个呢就有点不一样了 当你在断食期间做有氧运动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还是燃糖模式 主要通过燃烧糖原来功能 糖原消耗完了 身体才开始消耗储存的脂肪 所以对普通饮食的人来说 有氧运动的前20到30分钟 燃脂的效果呢是比较差的 有氧运动时间足够长 超过半个小时 燃脂的效果呢才会好 而且糖原耗尽的时候呢 你体内的蛋白质会分解 转化成葡萄糖给身体功能 这样呢就造成肌肉流失 对于碳水依赖carb dependent的人来说 有氧运动呢也是可以持续比较长的时间的 但是没有fat adapted的人时间那么长 因为运动呢会消耗大量的糖原 十几个小时之内呢 你又没有补充碳水 那么12到16个小时之后 糖原的水平呢会快速下降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虚弱 非常想吃碳水 所以传统饮食也就是碳水依赖 加氢断食的人 如果要进行有氧运动 时间的选择很重要 你尽量把锻炼的时间安排在早上 或者是吃完午餐一个小时之后 不要把时间弄得太晚 这样呢你体内有相对多的糖原去支撑你的运动 第二类无氧运动 无氧运动比有氧运动强度更高 运动的时候呢会比较使劲 会用到更多的爆发力 你的呼吸会比较急促 因为正常的呼吸或者是深呼吸呢 没有办法跟得上你的这个运动的节奏 即便你已经是fat adapted的 你还是需要一些糖原的 任何超出有氧运动范围的运动呢 都需要用到糖原 但是因为你的身体呢已经是fat adapted了 你的身体非常习惯用脂肪作为能源 所以脂肪呢还是主要的能量来源 但是身体呢确实需要分解一些糖原 你才能够有足够的能量 因为脂肪分解呢比糖原分解要慢 而无氧运动呢是需要快速功能的 如果你已经生童几个月了 你是fat adapted 而且你也持续的做了一些运动了 那么你的身体呢就已经学会去储存一些糖原了 即便你是一个低碳饮食或者是生酮饮食 就是说对于fat adapted的人来说 你如果要做一些高强度的训练 比如说heat 这个呢也没有问题 你的身体呢完全知道该怎么做 它还是会继续使用脂肪 同时呢也会使用一些糖原 如果你不是很长时间没完没了的做这个无氧运动 那么无氧运动对于fat adapted的人来说呢是安全的 对于碳水依赖carp dependent的人来说 你在做无氧运动的时候 身体消耗的脂肪要小于身体消耗的糖原 因为运动强度越高身体需要的糖原就越多 你的身体呢会每隔几个小时就想吃点碳水 而且你12到16个小时不吃东西的话 你体内的糖原水平呢会很快降低 如果你再去锻炼的话 你体内储存的糖原呢会非常非常快的消耗完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虚弱 你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吃点碳水 才能够把这个无氧运动做完 所以对于碳水依赖的人 如果你要进行无氧运动 把它排在早上 或者是吃完午饭一个小时之后 时间不要太晚 而且运动时间呢不要太长 第三类重量训练weight lifting 对于fat adapted的人来说呢 你做重量训练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会消耗脂肪和糖原 因为做重量训练的时候呢 你短时间内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爆发力 糖原呢就会无氧分解形成乳酸 如果说你在低碳生动的状态下 已经锻炼有几个月了 那你的身体呢是知道去储存一些糖原的 但是重量训练呢 确实会对肌肉造成一些轻微的撕裂 可是身体呢会对它进行修复 这样肌肉呢就会长得比原来更粗壮 为了修复这些肌肉呢 你的身体需要人类生长激素 所以当你在断食给身体施加压力的时候 身体呢会产生更多的人类生长激素 你要记住的是 在重量训练之后 一定要给身体补充蛋白质 不要在16个小时断食 加重量训练之后 再接着进行更长时间的断食 因为你的身体呢需要营养物质去修复这些肌肉 如果你接着进行断食的话 那么身体就没有任何外来的营养 去修复这些肌肉 你这么做的话呢身体会垮的 所以Fat Adaptive的人 如果你要在断食期间进行重量训练 尽量把它卖在早上 断食快要结束的时候 这样你体力比较充沛 而且你重量训练做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很快的吃你这一天的第一餐 补充蛋白质帮助肌肉修复 对于Carb Dependent的人来说 你做重量训练的时候呢 身体会消耗脂肪会消耗糖原 肌肉呢也会分解也会修复 身体呢也会产生额外的人类生长激素 但是呢你会以非常快的速度 消耗掉身体内储存的糖原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虚弱 如果你不及时补充点碳水的话呢 这个重量训练你恐怕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所以对于Carb Dependent的 碳水依赖的人 不建议在断食期间做重量训练 因为你很可能由于身体能量不足 举不起来这个重量 反而让自己受伤 最后根据不同的功能方式 不同的运动类型 对断食期间能够做的运动呢 做个总结 你们可以参考这个表来判断一下 什么类型的运动你可以做 什么类型的运动你不能做 下期呢我会讲一下 轻断食期间的膳食补充剂问题 哪些膳食补充剂呢 是在你断食期间可以吃的 哪些不能吃 OK这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